研究表明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發生新的突變 傳播性更強 而且可能適應力也更強 可繞過口罩之類的障礙物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 科學家在週三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揭示了一種新的中共病毒毒株 該毒株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地區第二波疫情中佔99.9% 自3月以來 休斯頓的專家一直在對中共病毒基因組進行測序並記錄了5085個序列 這份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的論文說 這種被稱為第614G突變的菌株傳染力更強 該研究指出 該突變增加了病毒的刺突蛋白數量 這些刺突使病毒得以附著在被感染的細胞上 從而增加突變病毒感染細胞的能力 休斯頓的研究人員說 感染該變異株的患者在出診時感染的病毒數量明顯增加 芝加哥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專家表示 第614G均株現在已經超越競爭對手 他們發現 感染了這種病毒的人的呼吸道病毒載量更高 從而使病毒更有效地傳播 這種毒株並未顯示出更高的致命性 不過 研究人員表示 這種毒株似乎更能游刃有餘地在人群中傳播 讓口罩和洗手等防疫措施失去作用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病毒學家戴維莫倫斯 表示 研究結果表明該病毒可能具有更強的傳染力 並且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控制能力 他說 這種病毒有可能升級為具有抵抗 洗手和社交疏離等防疫措施的能力 莫倫斯告訴媒體 戴口罩 洗手 所有這些都是傳播或傳染的障礙 但是隨著病毒傳染性增強 從統計學上講 他更能繞過這些障礙 研究還表明 刺突蛋白的某些區域目前正在開發的中共病毒疫苗主要把標顯示出數種突變 可能表明該病毒正在發生變化 以逃避人體的免疫反應 先前的研究表明 中共病毒在適應人類宿主後會發生變異和演化 請教 詞 請教 講 質問 縫意 請教 問 題目 給予人體 因此地 wooden橋 請教 音源 討論 志啦 踏去的 警告 討論 記憑 講 解…… 期待會裡面安裝風機